冷冷的天大客 暖呼呼的果鍋 同體舒暢 不過有客人在網路爆料 到台中某家知名 連鎖國務店用餐 卻遭到助記拒絕 往來戶定位遭到刁難 原PO表示2月20號打電話 要定位24號用餐 家人慶生 希望位子能夠排在一起 定位完隔天 一名自稱店長來店 說是店員的預約出了錯 座位需要分成2到3桌 中間還有一道裝潢牆 並表示預約很滿 沒有其他位置 原PO說對方鬼打牆 一直說就看你們囉 隱約感受到不想接待 他氣到詢問 有沒有客訴電話 對方卻回答 有 上網查就有 客訴我就可以了 讓他氣到發抖 第二次再打過去 店裡質問 為什麼被這樣對待 自稱店長的員工說 因為會員資料顯示 他曾經吃過霸王餐 資料是全省連線 張原PO相當不滿 被助記成全台分店的 拒絕往來戶 不過業者也澄清 沒有所謂標記客人 是拒絕往來戶這件事 顧客第一時間反應之後 我們就馬上進這個系統去做查詢 那查詢其實 查詢結果是沒有相關的 被注的資料 有這樣子的問題 其實我們反應到系統上這邊 然後有系統上這邊來協助 做比較深一層的 更後台資料去做查詢 業者表示是單店管理書時 當天接到電話 自稱店長的人 只是一班店員 針對他情緒化的回應 已經告誡 並將給予懲處 也持續和客人溝通 靠窗的位置蠻沒問題 那我這邊就幫您做備注 希望是靠窗的位置 OK 謝謝你 餐廳常見的 這樣的定位系統的備注 其實是方便了解客人 他的用餐喜好 目的還有他的習慣 也方便現場的服務人員 來協助客人 定位系統的顧客助記 本意是讓店家能夠記得 顧客習慣和喜好 做出貼心服務 業者也補充 針對特殊情況的客人 各分店備注回報後 也會由總部主管進行了解 並且解決顧客問題 絕對不會拒絕客人上門